说说工作之苦 我们其实命里不是上班的人 拿出来一看就知道 那阶段性的一定会有 命里呢 就是三不管 领导看到我 总会 感觉到压抑 很奇怪 其实我是最崇尚 最尊敬领导的 但是用我的方式 如果他做的不对 不好 他有的时候都要看看我的眼神 那很奇怪 因为他是领导人嘛 领导着整个公司 有些好的发展才是 那么找工作 就像当初选专业一样执着 除非有一天 发现有更大的心智 方向才是对的 才会变 当没有的时候 那段时间是非常的空虚 那段时间就半个月吧 之前就有过 不停的在网上玩游戏 英雄杀杀杀杀 但是内心是很空虚 很无助 迷茫 痛苦 那后来呢 也接触了一些策划 就是网络营销这些 就感觉到很 虚幅 所以才不干广告 这一行业 甚至为了当初找广告 还去过九寨沟 找到那儿 这一家 还是乡村镇上的一个旗下的打字复印店 村里的领导们都是去那儿 有什么事也都知道 那九寨沟呢 那个地方 当然很漂亮 不过我去的时候已经冬天了 而且身上 钱不多 更是不舍得花 所以也没怎么逛 但是呢 那个城市的风貌 楼外都是新的 那段时间 就是进入这些磁场能量 跟学校一样 就是漂亮 然后 在一个山上 它到处都是山坡 讲一个趣事 看到一只山羊 那羊 你看到它 它也看到你 那动物是很敏感的 那看到你 那是它的地盘 那个两个脚 那又那么长 什么时候准备顶你就顶了 那吓得我们也不敢动 你吃草动物也不行 那山也会比较陡 就这样 我等它一回头的时候 我悄悄地爬下 爬下来 我们 后来 这个 这些工作 之后 然后有一段的兼职时期 这个期间有很多 很特别的一些故事 命理就带这些翘活 一般人没有经历过 我们简单说说 就比如说 给这个 开业典礼去鼓掌 招一帮人 就穿上这个 迷惨服 还当个保安 结果招人的那会 然后 这个 找来的人 本来应该给你钱 结果你到那不熟 人家穿上衣服 谁先来是谁的 也没给钱 可是要动手打你 搞得那个 很奇怪 然后 我后来给 超市里边 拉过小推车 看过这个 神秘顾客 这个神秘顾客 很有意思 我们下期课再说说 这几天 手机坏了 还没来得及换 大家讲究一下 拍摄不好